大家好,歡迎來到粵語小學童 今天我要繼續用粵語跟大家分享牛章書 故事叫做紅色的鼻孔 紅色的鼻孔?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有紅色的鼻孔? 我們一起來看看故事會發生什麼 故事一開始 媽媽穿得很漂亮 原來媽媽要出門口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 再見啦小朋友 再見啦媽媽 Chip拿了些顏料過來 Keeper拿了些紙 紅色的顏料倒寫了 紅色的顏料倒到Blocky的鼻孔裡 噢,原來是紅色的顏料 Floppy,你現在有紅色的鼻孔了 爸爸把紅色的顏料淘在Chip的鼻孔上 Chip,現在都有紅色的鼻孔了 爸爸放了些紅色的顏料在Keeper的鼻孔上 Keeper,現在都有紅色的鼻孔了 爸爸把紅色的顏料淘在Chip的鼻孔上 不要淘在我的鼻孔上 你追不到我的了 爸爸一直追著Chip,跑啊跑 爸爸說,我會抓到你的 媽媽回來了 媽媽回來了 爸爸把紅色的顏料淘在Chip的鼻孔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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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媽媽,你現在也有紅色的鼻孔了 爸爸有一塊紅色的臉 爸爸有一塊紅色的臉 謝謝收看,下次再見 拜拜